今天还是晚间新闻 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小白球掉到水池或是水坑里 您有没有想过 这些落水的高尔夫球 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有一个行业叫做 高球潜水员 专门捡捞小白球 有的潜水员一年 可以捡捞一百万颗 让这些小白球可以回收再利用 用力挥杆 希望一杆进洞 但小白球却掉进水池里 您有没有想过 这些躺在池底的高尔夫球 最后怎么了 我的名字是尼奇德弗弗 我有一个公企业 在游泳球球上 我们在游泳球球上 却在网上却在网上 32岁的荷兰高球潜水员 德尔夫全副武装 准备下水拯救高尔夫球场 误入歧途的小白球 德尔夫以熟练的速度 把一颗颗搁浅在池底的小白球 干净利落地投入网中 最重要的工作是 我们在做很长时间 我们在水中的一天 不一回而功夫 两大袋收获满满 对德尔夫来说 每年减100万颗小白球 不是问题 德尔夫今年跟世界巡回锦标赛合作 拯救各赛战高球场的落水球 再把他们转交给地方的高球俱乐部 让这些小白球重获新生 回收再利用 今年赛季至今 他已经在职业赛场上 拯救了超过3万颗球 接下来他也将随着巡回锦标赛 前往瑞典 英国跟西班牙等地 继续小白球的水下救援 综合报道